我不幫女兒買房 陳醫師有幫女兒看房嗎 買房計畫裡至今未見女兒的角色 陳佩琪沒有回應 但已經要替兒子柯富瑤準備了第二間 讓民眾質疑是否重男輕女 柯文他們家的女兒其實蠻可憐的 兒子就是賞兩房 女兒就是賞兩巴掌 男女不是平等嗎 兒子已經有一間了耶 另外一間又給兒子不是很奇怪嗎 回顧2014年 柯文哲首次選台北市場時 陳佩琪就在臉書透露 2010年底 以6500萬買了新一路住家 更進一步被週刊踢爆 杭州南路的老家 當年同步以買賣程序 登記在兒子柯富瑤名下 現在陳佩琪看房 又是為了兒子 還在臉書自爆 他買房是為了逼兒子結婚 也讓眾網友直呼 什麼年代還在逼婚 根本情緒勒索 講過做過都一定會留下痕跡 如果小孩在被騙 那真的就是腦袋撞到了 他們是父 父權的體系吧 一邊逼婚兒子 買房又沒有女兒的份 柯家也被質疑重男輕女 柯文哲有一男兩女 曾自爆 大女兒從被打過之後 就不跟他說話 你是比較疼老二對不對 對啊 可是沒辦法 你怎麼公開說你比較疼老二 可是那個被我打過 那個老大跟老三 不是心裡就會很不準嗎 不會啦 不會啦 那他只有他被打而已 諷刺客家買房 無視女兒 民進黨立委 沈柏洋秀出樂高 開三這幾天 也在幫女兒看房 一元解書 陪秀出女兒畫的城堡照 說買不起豪賊的媽媽 獲得女兒送的一座城堡 民眾黨標榜進步力量 但從黨主席的家買房思維 傳統到引發熱意